我说你必须要把他放进去 然后把他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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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龙的舞蹈成就为什么能排名世界第一 美国报刊把他誉为功夫之王 日本人称他为武之圣者 英国西方等众多国家曾评价 他是最伟大的武术家 他是世界舞蹈变革先驱者 武术技机家 武术哲学家 武术宗师 猫猫之父 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杰拳道创始人 华人武打电影演员 中国功夫首位全球推广者 好莱坞首位华人主角 他以一人之力将功夫推上了全世界 因此被黑带杂志评为世界七大武术家榜首 以小龙不仅非常能打 武学造诣极高之外 而且他在功夫电影方面的贡献 也是举世无双的 其中的龙争虎斗 更是常年霸榜世界功夫片第一名 电影更是获得2.3亿美元的票房 如果换算成现代 差不多等于200多亿 这部影片大咖如云 像洪金宝 成龙 林郑英 袁华 袁彪都只能做替身和小配角 这部影片在拍摄时 有很多人都知道李小龙的名声 纷纷来挑战他 林郑英就曾说过 有一些黑帮 拳王 不服李小龙的名声 纷纷来挑战他 但都会被李小龙打败 龙争虎斗这部影片里 还有一个特殊的演员 也挑战过李小龙 他就是建美冠军杨斯 杨斯 Bowlett Young 1948年出生于广东 10岁开始习武 1962年随家人来香港 之后加入邵氏公司 成为武打明星 懂得多派武功 曾蝉联香港建美先生 舒荣达十年之久 美国华人建美联合会主席 1972年 李小龙看中杨斯的 一身健硕的肌肉 并邀请他参演《龙争虎斗》 那时候 杨斯在邵氏旗下三年 除了坚持健美运动之外 他还四处求名师 指教自己学习武术 当得知大名鼎鼎的李小龙 请他参演电影《龙争虎斗》 电影中又是跟李小龙演对手戏 因此杨斯显得格外激动 也是格外紧张 从李小龙和杨斯合影的照片中 可以看出 虽然杨斯块头比李小龙大很多 但李小龙的体能训练是非常惊人的 以至高负荷的训练 使李小龙浑身上下几乎没有脂肪 单纯从人体构造学来说的话 人类身体是不能缺少脂肪的 即便是健美运动员激进完美 硕大的块状肌肉 也是离不开高脂肪的 所以无论力道方面和武术功夫方面 杨斯都亲口承认 李小龙都是自己望尘莫及的 连陈惠敏都说 杨斯这个大块头掰手腕居然输给李小龙 咬手瓜 你要咬手瓜 咬手瓜 真的没有人教他咬手 我咬手瓜出世名了 但是他咬手瓜真的厉害 他怎么说 跟你说不如一起玩就玩咬手瓜 我试一下你的力 我试一下你 真的好厉害 他的手瓜 一下就落了 我都学了他的东西 有什么他有什么的竅闻 有些竅闻的 一下丹田 一二三斗快 那一下 手臂的爆炸力就将你压过来了 还有一个叫杨斯 听过没有 我知道 很大石 在龙曾虎斗里面 对了 不要再教他杨斯 杨斯咬手瓜都不够了 你见过啊 杨斯亲自跟我讲的嘛 我都输给他 不要说你 你这种力度多厉害呢 开始认识李小龙和他合作拍戏 杨斯很激动很紧张 因为当时李小龙名声已经很大 所以杨斯很激动 想跟李小龙比试一下 李小龙同意了 可没想到的是李小龙就转身踢了一下 这场比试就结束了 因为杨斯已经飞了出去 就向李小龙挑战 他想见识一下直前度 李小龙就说你下来 就打了几下 被李小龙踢了一下 就结束了 很快 被击败的杨斯 在拍戏空闲阶段 都会找李小龙请教武术 好在李小龙私下李对人很和蔼 李小龙还很耐心的传授给杨斯许多实用的武术技巧 正是李小龙的悉心教导 杨斯的武术攻敌猛进 武打动作逐渐凌厉快速 正是李小龙使杨斯浑身健硕的肌肉与武术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将其肌肉发挥出恰到好处的目的 乃至在武打动作中没有因为体型大而显的笨拙 李小龙和蔼的为人高深的武功 令杨斯在与李小龙的相处中 武功及为人都改变了许多 杨斯说 李小龙不仅是他的好友 更是他的安师 在多个访谈中杨斯都会聊到李小龙 甚至在巨星上格云顿面前说 李小龙是个很聪明的人 没人能打得过李小龙 杨斯对李小龙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 李小龙曾经开着奔驰车 蹲在沙尘滚滚的地方和他玩过扑克牌 而大老板站着 李小龙和他却坐着的画面 杨斯对此很感慨 他认为李小龙对朋友很和蔼可亲 但他却不畏权贵 气节不凡 李小龙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33岁 但他的成就却是非常巨大的 他开创了真正的功夫片 可以说 李小龙以一人之力让全世界知道了功夫 他的成就世人皆知 他的功劳永垂不朽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